是医生也是画家 卫福部基东医院内科医务秘书 也是胸腔内科主任的蔡富顺医师 亲自导览自己展出的14幅油画画作 在基东医院服务将近35年 学习油画近20年 画作笔触细腻情感丰富 在高升卫生福利部的基东医院院长林庆峰邀请下 特地在基东医院院使艺文走廊 展出油画创作各展 希望让大家看见油画之美 也看见蔡富顺医师在专业医术之外 深厚的人文素养 范骨是她生命力的创作 其实蔡依密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她其实画都已经挂了 让我在我的脑海里面 显出的不是穿着比基尼在河海边的美女 或是正在哺乳鹰海的母亲 其实我是看到她其实在这一段的画作 五年前跟今天所看到的就不一样 其实表示她生命的历练又更上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提炼或甚至她淬炼 那其实画作的重要性就是在这个 这刚才的院长所讲就是旧艺术的呈现 然后把你不管你目前经历的一些 日常生活是什么的苦难或是说挫折 那经由这些画作就能够提升自己的一些 民性的层面 那这也是画出了一些责任 那也是画出了一些使命 这项画展即日其展出到明年1月底为止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而林庆峰院长高升卫福部后 基隆医院院长由卫福部衣服会副执行长 林三琦接任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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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